这就是史莱克学院吗 嗯 凭什么套两个不用进行五魂测试 都能进入史莱克学院 就是 那么大家伙都不用测试了 哦 是吗 假如你年纪十二岁 就达到了魂针 你可以直接进入学院 什么 魂针 魂环 线 什么 这是怪物吧 竟然有三个万件魂环 可 可就算它是怪物 那它呢 嗯 哼 魂环鞋 只是大魂师而已 你的魂力多少 29级 嗯 什么 这么年轻 达到魂针 进行一步之遥 老师 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去吧 因为你们情况特殊 直接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可我对战坚持一分钟 嗯 老师 你魂力多少 61级魂帝 什么 魂帝 老师 这是不是不妥啊 我这间的魂力 算是太大了 为了公平起见 我只会使用全三个魂技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了解一下彼此吧 五魂 黑伯虎 三花不尊 魂力 36级 什么 竟然是极致黑暗的极致五魂 哼 双生五魂 白虎 幽名林茂 双黄大合式 魂力29级 巨蛋还是双生五魂 不仅如此 我还能使用自体五魂融合剂 幽名白虎 不错 这届学院这档可以 双生五魂 光明射龙 白蛇 算花魂准 魂力32级 什么 光明射龙五魂就算了 白蛇可是神兽呀 虽然没有强大的攻击能力 但是有绝对的治愈能力呀 我的五魂白蛇 是范围性治疗 随着魂力增长 治愈的范围就会增大 这技能要是在增长上 岂不是有大用头 我看看还有什么进气等着我 五魂 冰凤凰 三魂魂尊 魂力31级 居然是极致冰属性五魂 这一届学院的质量 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 既然这样 老师 我们要开始了 鼓动 第一魂戒 冰凤 哼 这只能控制我一秒 哼 那试试这个 第二魂戒 冰雪之盾 第三魂戒 冰花 看得漂亮 第三魂戒 黑虎 狗叶烧 哼 第三魂戒 冰雪之盾 精彩呀 精彩呀 是在给我捞痒痒吗 第三魂戒 艳阳分裂 第二魂戒 黑夜光幕 啊 第一魂戒 完美肤体 啊 第二魂戒 冰雪之盾 啊 你没事吧 交给我吧 白折 第二魂戒 绝对治愈 啊 不疼了 魂力也恢复了一半 群体治疗 还能恢复魂力 啊 简直呀 第一魂戒 冰冻 第二魂戒 冰雪之盾 第三魂戒 冰封 什么 这是三个给了龙虎最大的龙河戒 哦 还是太勉强了嘛 这一集 几乎抽干了我的魂力 接下来 就交给你们了 第二魂戒 光明龙所二 看来 瞒不住了 第二魂戒 火龙王 第四魂戒 火龙 参与戒 啊 不倒了不倒了 你赢了 能通过考试了 好耶 居然是火龙王五魂 这是最顶级的五魂呀 还是双生五魂 其实 我有三个五魂 算了 还是低调一点吧 没想到 我和他的差距 就算这么大 原来他不是魂尊 而是魂中 你其实不用想这么多 想这么多 你会自闭的 好好努力就行 可恶 被他装到了 我和大家一起来 看来 我和大家一起来 我们下期待